謝謝 謝謝 我們多時在廣州都很貌電 因為廣州跟中國其他地方是很不同的 我們小時候都是有很多政治玩笑 從小都是跟這個東西在一起 所以很… 當時非講廣州還可以有廣東話電台 我們的教育還有很多殘餘 這些老師還留下很多東西 希望下一代有機會去學到 我們都可以說是幾個… 很幸運撞到幾個這樣的老師 之後我們讀中學的時候 每天都要去寫這些文章 去背古文 令到我們有機會可以… 不是直接… 純粹是洗腦那一套東西 那…那… 當時陳兆豐跟我說 我當時讀高一高二的時候 他說你反正考大學有一個機會 就是中央美院有個準備有美術史系可以考 因為當時七年第一次恢復美術史系 最早他重新招回 都不是七年 可能是七八年七九年的時候 招研究生開始 陳智峰在六十年代的時候 在北京培訓歌 在美術研究所 有同事叫博松蓮 博松蓮 他在博松蓮是張美術學院的美術史系教授 他們是好朋友來的 他就告訴你八一年開始重新招大學班 就是本科班 陳智峰說你可以準備考這件事 我剛剛八一年就畢業了 不如之前我就去廖教 我想都是準備了一年幾兩年 都自己 除了上學讀那些課程之外 都去畫畫 自己去找機會讀藝術史 歷史 考古 都去四處找書看 終於八一年的時候 其實都完全不覺得有什麼希望 就試一下這樣 我家裏又很支持 我爸爸說 不如你這樣去試試考 我就記了幾篇文章 當時考考 要考寫文章 藝術史的知識 普通的中學的課程 文學 數學 外語 全國統考的東西 然後就特別的專業科 就是藝術史 考古 畫畫 當時考就是要先記資料去北京 然後他就選一百個人出來 叫你去面試 去那邊考試 我當時拿到准考證的時候 我都覺得 哇 已經很幸運 拿到准考證是很大的事 因為當時全國廣東省去考中學美術學院 我記得唯一一個人拿到准考證的就是陳小強 畫 畫 Zen 畫畫上七幾年的時候 可能我之前一年 他考不到 結果 我獲得到張小律 critic時 他船工路師張文博 他說哇 你吧 你一定去試試 那我就 我爸爸當時都很支持 他居然,我一輩子第一次坐飛機 居然他買了飛機票,讓我去北京考試 那時坐飛機是很大的事 我真的去北京考試 考完之後,一個星期就通知我考到 其實我當時都不覺得好,覺得很突然 都不敢抱什麼希望 你想想,全國幾千個人去考,考十個人出來 我不記得幾多人 我想都超過一千人去考 一百個人去考,一百人之後 考出十個人出來 居然後來我才知道,我當時分數最高 平均不知九、幾分 這些老師,金維樂、攝英年、黃龍、邵大針 這些都是李春、常佑明 這些人全部都是當時國內最好的藝術家 他們傳授給我們這些東西,他們很有心學問 另外,金維樂都帶了一些外國的教授回來 又開始有外國留學生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都是很重要 因為他們帶來的很多訊息 很多不同的方法 直接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影響 還有一件事,在美遠有一個非常好 就是美遠當時在北京中心 這個地方很小 你可能去過很小的地方 我們只有兩百個學生和不夠 但是這個是全國各地的牛鬼蛇神集中的地方 因為誰在北京來的外國 一落火車站 第一件事就走到美遠找朋友去寄宿 躲在宿舍裡住幾天 這些人都是全國各地的精英 我們有機會見到這些人一起玩 還有一件事就是美遠始終都是一個 即是幾種藝術院校 轉到全國最前衛的地方去 即是最反叛的地方 都是這班朋友 當時我記得有些畫畫的同學 還有當時中英美院的附中 有一批學生升上來 他們已經很早的時候 即是跟我們讀中學同期的時候 已經開始是很反叛的 是去嘗試很多 他們接觸陶在北京都接觸到幾多東西 好像是有幾個同學 比說開始有些Rock and Roll 那些都很多很特別的地下活動 之後比說崔健 他們最早有活動的時候都在美遠 他們當時拍電影 黃小碎這批人 他們都是美遠附中畢業 都是經常來我們campus去玩 我記得最早見到崔健的時候 都是大家一起在飯堂吃飯 他當時是崔小號 我記得他剪的頭髮很可愛 他用碗扣的頭髮 其實我們一起玩大 那個地方真的 全國很多所謂underground的人在 這件事對我來說 很多前面物化 80年代其實是中國很特別的時期 共產主義那套還在 所以我們讀書不用錢 國家還給錢你去 每一年要去兩三個月去所謂下鄉 下鄉呢 我們的美術師在下鄉跟畫畫不同 畫畫去農村畫畫 我們就去做考古 我們就去做 因為金維樂他們是佛教藝術的專家 經常帶我們去衰微山石骨 大同 敦煌 所有這些 我們讀大學期間四季田 去做了兩次的很大規模的測繪 就是衰微山山石骨和廣源石骨 兩個都是我們去做最早的田野效果 還有書出版 出版社出版 我們是去學 怎樣去 當時沒有電腦 沒有什麼工具 全部都是要搭架上去 拉線 然後去學怎麼去畫 這個建築圖 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都說是 學會自己去 self-organization 這件事情很重要 之後你有什麼想法 你會慢慢有經驗去 怎樣去實行 其實我們那時看書是亂看 找到什麼書看什麼書 真的亂了大陸 同時看了很多本書 你看回 其實我現在都不太記得 80年代我自己發表過什麼 寫過什麼 但現在看回頭幾有趣 你找回這條路線出來講開 可能都是 我都是很喜歡去找一些很另類的東西 來看 總之別人覺得很fashionable的東西 我就很不喜歡看 反而 反而 轉牛角尖的東西 有時候很多人不知道 或者沒有什麼人可以講的東西 我就 那 看回頭 其實 就像剛才我講的 就是由一個 比較romantic 這件事情 轉去 越來越 所謂 不是高深的東西 就是奇怪的東西 跟我自己做事的選擇 可能都是有關係 其實到最後 我覺得始終都是 想來想去 其實可能都是 跟這個 怎樣解構這個 民族主義這件事 是 其中一個很忠心的一件事 你們想回頭 比如說 我一段時間 比如說我看書 我是從來不用國語 不用普通話去讀的 永遠用廣東話去讀 就是一種 一種 就是resistance 因為resistance 對我來說很重要 好像我學英文 是怎樣學的呢 就是老師在課上講中文課 我就 將它翻譯成英文 不敢寫 寫到順為止 每一次 語言對我來說 始終都是一個 不只是一種工具 而是一種心態 我記得 小時候 我們家人 不只是我們家 可能在廣州的氣氛 很有趣 比如說 有很多政治方面的 rumors 但是一定有一個廣州的版本 很搞笑 還有呢 還有呢 就是自小我 就聽了一些這樣的事情 就是家人 還有一些 舅父阿姨 什麼同學 表哥 搞搞搞什麼 那些人 七六年毛澤東死的那天 我記得很有趣 是應該是 8月15日之後 一晚 8月15日那晚 我現在可能是 都還記得 就是發現呢 那晚那個 中秋節很特別 很淒涼 很奇怪 那個月亮 是白色的 然後呢 有雲遮了它 那翌日呢 就四點鐘時 我們放學 下樓 嗯 突然間呢 就是準備出校門的時候呢 學校叫回所有同學回去 去課室 坐下 有什麼重要新聞公佈 我一想 嗯 是不是阿爺不行 那會突然 那就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會想到這樣的事情 那一年可能是 也都很特別 什麼周恩來啊 朱德啊 先先後後死了 這樣就 然後呢 就 嗯 一公佈出來的時候呢 有兩個同學 開始哭 這樣 全班都空然大笑 笑他們兩個 為什麼你會哭呢 可以這麼反叛的 那時候 我們讀小學的時候 好像初一 六年 五年級 只剩初一 初一 但是初一是在小學裡面 小學最後一年 就是那時候取消了六年級 之後呢 小學 那時候 廣州的氣氛是很特別 想一想 就是 為什麼很多事情 其實 就是中國 這幾十年發生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跟廣州這個地方 做一個實驗室有關係 比如說最早 毛澤東躲起來的 被人追殺的時候 躲到廣州 林彪躲到廣州 很多事情發生在廣州 就是廣東這個地方 包括 比如說後來趙紫陽那些人 最早出身的地方 最早的所謂現代化的那些 很多企圖都在這裏出現 之後一路到什麼特區 所以我為什麼說三年前 將這個做一個主題 其實是可能和這一段歷史有關係 是 其實那個影響很矛盾的一方面 其實是很 都幾排斥 因為 剛才說 對香港的想像 有一部份 是 香港有一個 所謂pop culture 大眾文化 其實我們小時候 在我們這種 這樣的環境 就是家庭環境 其實大眾文化 不入我們那個 不入屋 就是差不多不入屋 所以其實我當時是 不是很感興趣 可以說 比如說 所以就 比如說 香港的流行歌曲 或者電影 其實當時都有機會可以接觸到 但其實很不想可以接觸 但是之後回想起來才覺得很有趣 好像剛才我說的 許冠傑那樣 那 跟廣東文化的關係是一樣 其實 當時 我們小時候 廣東文化 我印象最深的 都不 未必是粵曲 這件事 而是 比如說 廣州源流 對香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廣州源流 是一個很特別的歷史 特別是 可能我家裡的關係 我的舅舅是做源流的 廣州有些公園 新的公園 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初的時候 因為梁襄 做市長的時候 就引進了很多現代派的 東文化現代派的手法去做源流 所以 比如說 廣東源流有幾個例子 好像華南植物園 或者 蘭浦 是一種不中不揚 但是很特別的一種結合 其實我小時候很經常 有機會去這些地方 跟著我的舅舅去玩 然後就去 約摸一些印象 比如說 所謂現代建築 和 Tropical 那種氣候 其實 想起 我印象當中的廣東文化 其實是兩樣 就是剛才我說的 語言 足球 和 可能再加上這個原來 這三樣東西 其實是 對我來說 是 如果說有影響 真的很有影響 可以說我們經歷過這一段時間 可能是 這一代人很幸運的 一個機會 一個生活經驗 可以說 就是八十年代 中國還是一個轉變當中的 一個很有各種可能性的時候 一方面 就是經濟方面 還是社會主義的一套 所以所有人的生活很穩定 沒有人說會害怕 明天沒有工作 沒有飯吃 那樣東西 各個都是差不多 基本生活是很有保障 但是同時 也都是 整個社會的氛圍 就是 所謂改革 開放 所有人都有一個很 理想主義的一面 所有人都覺得可以變 可以變好很多 所以 那時候 是一個 你不需要去 你不需要去 去為日常生活 去擔憂 但是同時 可以去 想像很多 理想中的東西 所以整個 八五運動也好 所謂新文化運動也好 其實都是 這個很特殊 這樣的時期的產物 你現在看回很有趣 剛才我們說的書 其實 出書出得最有 即不講數量 而是對於中國社會的 變化影響最深遠的 那一批書 其實都是八十年代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 這件事是 整個社會價值的依賴 現在等於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東西出來 但是 現在出來的書 是不可能有這樣的影響